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吃饱不吃称是享用美食的甜绿,在享用喜欢的食物时也要控制适量进食,才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。 而根据研究证实半年断食三天能让身体变年轻,这三天并非绝食,而是不吃固体食物。 这样一来除了能让肠胃内脏休息外,还能借此让体内肌能复原回春。 日本药食与多穿旧梅子指出,根据日本东海大学教授乔本一南用老鼠做的研究,证实食量限制80%的那组老鼠平均寿命长达122周,而没有食量限制的老鼠寿命仅为74周。 人体适度结石也能变得更加健康的说法,也透过美国生物圈2号的实验获得了证实。 当时8位减食的人体重都下降,且血糖值,但固醇和血压等与生活习惯相关的不良数值几乎都减少了。 此外有关研究也发现了名为Sitchin的精英,这个精英是动物为了抵抗饥饿而衍生出来的对策,据说能活化力健体,提高能量利用效率,减少活性养对身体的伤害,还能预防改善免疫力降低和动脉硬化等症状,甚至被视为有提高精英损伤修复力的功能。 所以被称为烦恼回春基因,是在医疗界和美容界很受瞩目的物质。 但也有说法指出现代人很少感到饥饿,因此我们体内的Sitchin基因几乎都在休眠状态,所以我们需 要制造空腹状态,使身体启动Sitchin基因。 每半年一次执行三天的奔食,不吃骨体食物,藉此让肠胃休息,不只有减肥的功效,还能排毒,提高免疫力,另外脑部也会产生Alpha波,达到放松的效果。 半年一次,只要三天不吃这类食物,就能启动回春基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